大家好,我们来一起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市场没有重大数据的发布,也没有重大的事件影响市场 但是在众多的市场信息当中,LTE认为最重要的一条信息是今天美联储官员的一个谈话 那么他这个表达出来的一些观点能够帮助你清醒的理解美联储是怎么想的 美联储如何面对当前的市场形势,以及未来一个时期市场即使出现了恶化 美联储有哪些应对的措施 所以说这个新闻LTE认为是今天可能是有关财经方面最重要最重要的新闻 今天早上,明尼阿布里斯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卡斯卡里 他对美联储未来的一些政策走向发表了谈话 他认为美联储在降低通胀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而且距离能够暂停激进的加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卡斯卡里在布林默金融公司秋季会议上表示 有证据表明潜在的通胀正在降温之前,我不愿意说我们将暂停 他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通胀已经见底 美联储已经实施了一系列超大规模的四分之三的加息 以降低十年来的高通胀,预期下月初会议将再次这样做 美联储决策者现在预计目前为3%至3.25%的短期借贷利率成本 将在明年初升至4.6% 那么怎么理解卡斯卡里的这番话呢 实际上他这番话表达的对美联储未来政策的走向是再清晰不过了 那么与网友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能够得到哪些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信息呢 首先第一,卡斯卡里他认为目前美国的通胀并没有见顶 那么这也与上周我们分享的美国的核心通胀还在上升 所以说那种期望美联储会放缓加息节奏和强度的想法呢 还是不切实际的 就目前各方面的数据并不支持通胀再走下坡路 所以对这个来讲呢 市场投资者呢他只关心股价 只关心商品价格 只关心利润 有时候市场的一些专家判断 宏观经济走势还不如一般的家庭储付 因为你一旦是过度聚焦在你的股价上面 你认为全世界的央行的政策 全世界的制造商服务商都在为你股市服务 那么这个就变得一种非常可笑了 就投资人把自己弄成了宇宙的中心来判断世界 这是非常荒唐的 那么今天卡斯卡里对股市没有见顶这种判断呢 实际上是与普通的消费者的感受是一样的 但是华尔街三番五次的 他们在推断 是不是要放缓加息了 通胀是不是大头朝下了 所以美联储他也在提醒市场 你不能说因为你股价低了 你就认为通胀应该结束了 它是两个概念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方面很有价值的信息与网友分享 第二个方面 卡斯卡里他透露了美联储的一些未来的计划 甚至是加息强度与频率 他都已经透露出来了 那么到今年底 美联储还剩两次加息机会 下个月初一次 12月份一次 那么目前基础利率呢 已经到了3%至3.25% 那么卡斯卡里说到明年初 希望能够达到4.6% 那也就意味着 今年年内还剩两次加息的机会 美联储都可能会采取75个基点的加息强度 而不是之前市场投资者他们希望的是 两次50个基点的加息强度 所以今天卡斯卡里他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 就是他感觉你市场一些投资者 或者市场的一些舆论 怎么会那么天真 明明通胀还在高位运行 大家怎么就幻想美联储会停止加息的步伐呢 甚至是降低加息的强度呢 所以说你看卡斯卡里今天讲这两句话呢 可能也对于我们观察宏观经济的人 对于我们深处市场中的投资者 这种警醒啊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通胀没有见顶 美联储未来两次加息的强度不会降低 所以说作为市场投资者 应该放弃那种幻想 应该揪着那种啊 股市是宇宙中心的那样一种愚昧 这个就是非常常见的错误 你不光是股票投资者是这样的 我们一般干任何行业的人呢 他一旦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他一旦是沉醉于他那个专业当中的 他往往会忽略这个宇宙 他认为整个宇宙都是围绕自己转 在政坛嘛 一旦有这种习惯的人呢 他就会表现出独裁 所以说今天卡斯卡里的这个谈话 非常非常重要 值得呢 关注宏观经济的网友 从事投资的网友的高度关注 第二条与网友们分享 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是今天普京签署了总统令 他在昨天发出这种批评之后呢 今天他就签署了这个总统令 他昨天批评什么呢 他就批评俄罗斯国防部弄的这个三十万征兵令 弄的俄罗斯人鸡飞狗跳 心惊胆战 出现了大规模的抓壮丁的现象 那么普京呢 他昨天说不能够再继续这样了 那么今天签署了总统令 要改变之前的征兵令 他这次改变的内容呢 也能够让我们了解一下 他原来的征兵令有多么变态 那么普京他只修改了三十万 这个征兵令的哪些内容呢 他就说对目前正在读研究生的人 算了放他们一码 这是第一个修正 第二个修正呢 就目前正在担任住院医生的人 算了 别让他们上前线了 住院医生 你把他的抓壮丁抓走了 那个医院病人怎么办呢 第三 有些科目的学生 大学生 也可以暂缓征兵 就是与他俄罗斯的这个国防相关的一些 读那些专业的学生 可以暂缓抓壮丁 但是你学数学物理的 那该抓还是得抓 你从今天这个普京的这个总统令 你能够看出来 他原来的征兵令有多变态 即便是普京放了这三类人一马 你看剩下来的人 你看多么悲惨 大部分本科生 还是被抓壮丁的对象 那么住院医生不是的了 那么这些住院的护士 就跑不了了 你这个大学生里面 只保留你这个国防专业的 那么其他的大部分专业的人 你都跑不了 所以说这个俄罗斯 这个发动这个侵略战争 对俄罗斯人的影响 还是非常大的 俄罗斯本来就缺男性 他那个性别比例 本身是严重的失衡 但是这一次呢 抓壮丁呢 全部抓的 失灵的这个男性 就俄罗斯人这样瞎折腾吧 第三条与网友们分享的信息是 马斯克这个收购推特的事呢 又出现一些小波折 就马斯克这个人太善变 那么他处理的一些事呢 就是不是那么样的顺利 马斯克原来他组合了一个投资集团 为他提供资金借贷的 那么这两天呢 就有两家金融公司呢 宣布退出资助马斯克的这个计划 那么这样呢 就让马斯克原来组织的这个收购资金 就出现缺口 那么这个消息 昨天下午发布之后 推特的股价呢 就开始下跌 今天呢 仍然有一些下跌 所以说这个就是资本市场的风险 昨天与网友们分享 佛罗里达的那个 对冲基金公司 因为赌马斯克要收购推特 他们赚了两亿 是因为他们昨天把股票就卖了 所以他们就躲过去了 那么剩下来的呢 还要受这个消息的煎熬 当然了 肆意支持 马斯克不收购推特的 这个可能性呢 是非常非常小的 他无非是 以什么样的代价 因为 如果再有更多的财团退出 支持他这个收购计划的话 那么被迫 马斯克必须得再去卖特斯拉的股票 他如果再卖特斯拉的股票 那又会影响特斯拉的股价 所以这个呢 对马斯克来讲呢 他没有别的选择 他现在只能够往前走 所以市场的风险呢 无死不在的 前两天认为都板上钉钉了 你看今天又出现一些小波折 第四条与网友们分享 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呢 是 在国庆长假中的中国舆论呢 又把焦点聚焦到中国的新疆 新疆的全域封锁了 那么这个事在中国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前天新疆官方 他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在这个发布会上 他自治区的副主席刘淑舍 他对新疆目前的状况 做了一段描述 他说 新疆目前的疫情是新疆历史上 传播速度最快 涉及面最广 感染人数最多 防控难度最大的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 你看这都弄了都两三年了 这个疫情 现在新疆变成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了 那么如果你说这个 自治区副主席刘淑舍 讲的这种严重性 你如果还没有一个直观的感觉的话呢 那么他自治区的这个书记啊 有一番内部讲话 你听了之后 你可能就会对新疆目前的状况 会有个更直观的了解 新疆自治区的这个马书记呢 他在这个新疆的这个 疫情防控的会议上讲话中 他提出 这两个月 疫情防控工作 打了败仗 要承认失败 从现在开始 从零开始 回到原点 重新开始 抓好疫情防控 那么马书记这个讲话 做出之后呢 新疆就停止了一切 离开新疆的火车 飞机呢 只保留 飞往北京的一个航班 那么能搭上这个航班的人呢 那要经过非常严厉的这种筛选 也就剩下这一个出口 那么对于新疆这个 疫情的现状 以及当局所采取的一些应对方式 LT呢 想做四个方面的分析 与网友们分享 首先第一呢 是对新疆官方认为 目前呢 是历史上最严重的 这个时期 那么他这个 界定呢 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你这个 从新疆公开的 这个感染病例来讲 不是新疆历史上最高时期 因为他2020年 新疆的数目比目前还要高 那么他为什么说 现在是 目前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呢 那么从网络上 另外一些信息呢 可以印证他这个话 就是中共他说谎啊 就是他总有 露马脚的时候 那么这个历史最严重时期呢 他就露了马脚 他露了什么马脚呢 瞒爆 在网络上 大家很容易看到 有一个热传的一个 微信群里面的一个对话 就仅仅是在乌鲁木齐的天山区 在最近的一次筛查当中 就发现了2000多例 但是你不要说 新疆没有爆2000多例 整个中国在过去两个月 也没有爆2000多例 就一个地方啊 从来也没爆过2000多例 所以说 从官方公布的数据 新疆不是三年当中最严重的 就他自己跟自己比 那么他现在 他来盖棺定论 说他历史最严重的 他说明他这个数据里面呢 有造假有蛮爆 第二个从一个区2000多例 最后通报起来就是几十例 所以说你看新疆的这个 蛮爆的情况有多么严重 你由此来推论 在中国各地会存在多大量的蛮爆 因为他这个蛮爆呢 是很容易蛮爆的 因为他这种 目前到了这个阶段呢 你根本不需要治疗 一个多礼拜就自己好了 所以只要拖过一个礼拜 你这个蛮爆没有什么恶果的 他所谓的恶果呢 就是让习主席的清零呢 清不了零 就越清越多 新疆就这种状况 你说新疆人怕不怕呢 你去网络上去看 根本就没有人怕 怕什么呢 怕是不让出小区 不让上街 不让上班 不让上学 是怕这个事 你看网络上从来没有人去担忧 这个对他们 这2000多例 什么对他们 有多大的危害 这个倒是没有 所以你从新疆官方 他不经意讲了这么一句 历史最严重的 他实际上官方认证 官方承认了他的蛮爆 因为他目前官方通报的数据 并没有显示 他是历史最严重时期 这是第一个评论 第二个评论 你看新疆马书记 这是新疆这个第一首长呢 而这个马书记也非同一般 马书记呢 从到深圳当书记 那个时候 海内外舆论就公认了 他与彭丽媛呢 是关系非常密切 甚至有香港媒体认为呢 是彭丽媛向习近平推荐 让他进入了这种政坛 那么这次到新疆去当书记 显然如果不出现大的意外 他应该是进入中央政治局的 因为新疆的书记多半会进入这个政治局 那么新疆房来房去 这个清零越清越多 那么对他有没有影响呢 当然可能会有一定影响 但是呢 你从贵阳 贵州的那样一个 末日大巴那个事件 对贵州未来 马上要进入政治局委员的贵州书记 胜疫情没有任何影响来看的 新疆目前的这种状况 对马书记也不会有影响 但是马书记并不是没有采取措施 或者并不是没有让习近平看到 他对清零的这样一种忠诚 所以马书记讲这几句话 是像习近平讲的 过去两个月的封控 失败了 要重新再来回到原点 他这两句话是恶狠狠的 这两句话习近平听的肯定舒服 有错就改嘛 而且呢 就是要再坚决一点 吸取教训 没有问题 但是马书记这两句话 让新疆人听的就会吓出冷汗来 你假如是生活在新疆 你来体会一下 因为新疆在过去的两个月 已经封控了 他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封控了 那马书记一句话 两个月白封了 回到原点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已经封了两个月的人 从来清零了 就是这个疫情没清零 把你关在家里的那些天数清零了 你那个一清零了 又得从头再来两个月 所以这个是很恐怖很恐怖的 你特别是别的孩子 别的地方 人家都已经开学了 你这边要重新开始封控 而且呢 马书记讲的是 由于工作的失误 导致了过去两个月的失败 他这种失败 不是说病毒失败 或者疫情是 是他的工作失败 对于完成习近平的清零任务来讲 叫失败 那么既然你承认你是工作的失败 导致了这个白封了两个月 那么好了 如果在一个法治国家的话 那这个马书记啊 你得引诱辞职 或者你得做出巨额赔偿 为什么呢 由于你工作失误 居民呢 被白白关了两个月 那么这两个月影响的工作生活 造成的损失 谁来认账 因为按这个周期来讲 你用不着关两个月的 因为关两个月是 因为你们讲 骗这些民众 你社会面清零 而且一直在宣布社会面清零 实际上呢 社会面并没有清零 因为你在造假 所以说出现大量这些小区 关了两个月 不停的有人在感染 所以马书记一句 两个月白疯了回到原点 他根本没有想到 已经被关了两个月的这些人 而且他更没有去想到 由于失败工作的失误 导致两个月被关了 两个月白关了人 造成的损失 谁来补偿 你看中共的官员呢 人家根本不考虑这些 所以说习近平讲清零啊 对中国来讲是最经济的 算政治账 算经济账 都应该做这种清零 你如果用马书记 这样一种观点来看的 确实能够解释习近平怎么想的 因为对中国来讲 第一 你不需要那种现代化的疫苗 省钱 土法上马的灭活疫苗也好 包括中药也好 什么伊林 秦温呢 这个代价确实小 对政府来讲代价确实小 对民众来讲代价非常大 一搞封城 一搞让你停业 但是呢 这个不进入中共的损失 中共认为那个是代价 那个都是像柴子马一样的 那个无所谓的 所以剩下中共的他就是捅棉签的费用 捅嗓子眼的费用 所以他整个来讲 花很少钱 所以说人民的这个付出 人民的代价 在中共眼里 从上到下 他们不认为是有什么损失 也一点不难为情 风两个月白风 这种豪迈 体现了中共对民众的蔑视 第三个方面呢 与网友们交流的就是 新疆这么大比例的蛮豹 它不会是新疆独有的现象 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 也证明了就清零是没有必要的 如果不是为了完成这种清零任务 新疆天塌不下来的 那么第四个观点呢 想与网友分享的就是 从新疆两个月封了 两个月白封了 回到原点 人们更应该能够认识到 中共的这个清零运动啊 与健康无关 与防疫无关 它就是一种政治运动 你看他一方面承认 关两个月 把民众关两个月 是失败了 另外一方面 没有任何负罪感 他任何关两个月白关了 那重新再关嘛 所以说整个清零运动 它实际上就是在中国 网络最近流传的一个漫画 一个黑笼子 就清零运动的本质 是把人民关进笼子 而且关多长 官员们呢 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更没有负罪感 关错了也干净倒霉 所以这个才是清零运动的本质 第五条与网友们分享 今天不能错误新闻呢 也有助于我们了解 中国清零运动的走势 今天中国的全国侨联副主席 鲁文锐 他对媒体讲 他说中共二十大以后 香港与大陆的通关政策 有望放宽的说法 非空虚来风 并称香港此次大幅度放宽 入境检疫 得到了北京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与此同时呢 就香港的中国人大常委 谭中耀也对外宣称 香港与中国大陆通关安排 有望于本月中共二十大后放宽 那么这条新闻 为什么值得与网友们分享呢 而且是不能错过呢 他这个呢 非常直白的表达了 就习近平的清零啊 就是为了二十大 那么过了二十大以后呢 香港进入中国大陆的通关 就要放宽 香港现在每天感染病例 是几千例的 那对中国来讲 按中国官方目前的政策来讲 香港整个都要封城 但是二十大以后 放宽香港人进入大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政治信号 而不是一个什么卫生信号 因为刚才我们谈那个新疆问题也提到 就中国的清零运动 它是个政治运动 与防疫无关 所以说你看香港的病毒 它难道知道二十大什么开吗 就二十大开之前 香港病毒不要越过那个边界 二十大以后可以了 这条新闻不就传递这样一种 非常荒唐的这样一种现象吗 所以从这条新闻里边 我们也可以得到某种印证 就习近平二十大之后 他可能真的要放宽清零运动 那么对香港从二十大以后就放开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第六条新闻 与这个清零运动也是有关 在国庆期间 北京官方宣布了一项重大的体育比赛运动 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 就北京官方他宣布 11月6日恢复举行北京马拉松比赛 而且这个比赛线路是环绕中南海 你看了解北京的地理情况 大家可能都应该有感觉 他比赛沿途是经过东城区 西城区 海淀区 朝阳区 就是围着二环 比二环的范围小一点 中南海在这个正中 而且规模三万人 三万人的聚集活动 那么这个是不是意味着 11月6号 北京就取消了这种防疫管控 人家这个主委会也做了说明 就是说到11月6号 这个管控未必结束 但是针对马拉松比赛 三万人在一起跑 做出一些特定的要求 什么要求呢 就是说在起跑之前 要戴上口罩 那么一起跑之后 发令枪响了之后 口罩就可以摘了 这就是个很滑稽的 很有意思的事 三万多人 大家想一想 脑补一下 在这个起跑区域 发令枪一响 口罩就全摘 那意味着什么呢 在起跑发令枪响之前 病毒都还在天门广场 发令枪一响 病毒就烟消云散 大家就可以摘口罩了 就发令枪响了 就没病毒了 是不是这么概念呢 而且三万人的聚集 可能是过去三年以来 中国最大规模的群体聚集 这么一个活动 你看他传递一些 哪些信息来了 我们从北京官方 这么一个正式的新闻发布 我们能够接受到 哪些有价值的信息呢 LT想做三个方面的分享 首先第一呢 就是北京11月6号 举行三万人规模的 马拉松比赛 这个非常清晰的 向全世界传递 二十大之后 北京会放松清零运动 因为10月16号 就召开了中共二十大 那么二十大一召开完 马上就搞 盛大的马拉松比赛 那么按目前 中共的清零运动的要求来讲 简直不可想象 你不仅是三万人聚集 目前呢 是中共是明令禁止的 这个他违反 目前的清零的政策 第二 三万人发令枪一响 全部摘口罩 这个呢 你按目前的清零政策 也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 是还北京城 而且是二环以内 三万人浩浩荡荡的 这样来空气密集 这样传播 那么也就是说 这次马拉松的活动 它就是违反了 目前的清零政策 清零要求的 所有的限制和规定 那也就是说 至少是11月6号那一天 北京不防疫了 那么对于神秘兮兮 搞了三年清零运动的习近平 他怎么会允许 这种现象的出现呢 那只能说明 就习近平的他之前的清零运动 主要还是为了中共二十大 你二十大以后 你看就可以不清零了 特别是那个神奇的发令枪 一想病毒就没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信息 就二十大以后 比之前人们预测的 会不会包括高盛预测的 清零运动啊 会不会拖到明年 人大召开 习近平当上了国家主席 在结束清零 那么从目前看来呢 中国可能他也发现 忍受不了这种清零运动 对经济带来的损失 所以说开完二十大 就放松清零 这个可能性就变得非常非常大了 特别是这一次神奇的 马拉松比赛 是一个印证 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 这个观点呢 是北京这次马拉松比赛 这么大的规模 而且每一个环节 都是违反目前清零运动的要求 那么这个也给中国其他地方呢 也传递了某种信息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新疆那个问题 如果新疆目前的状况在二十大之后 它可能就不是什么历史最严重的时期了 它也许也不需要这样把民众关在家里了 所以说它能够让人们呢 更加理解这个清零运动的本质 它还是为了禁锢人民 还是为了它所谓的政治安全 还是为了推行习近平的终身制 所以它一个人绑架十四亿人 你通过这次开完二十大救 三万人跑马拉松 这件事来讲 清零运动就是为习近平一个人清零 为他一个人的终身制清零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一个历史时期 甚至可能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时期之一 第三个方面评论的就刚才提到 起跑前一分钟是防疫 发灵枪一响之后就不防疫 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一种 就是中共它有时候为了欺骗人民 它夸大这样一种防控 那么到了二十大开之后 它连欺骗都懒得欺骗了 它就是用权力硬碰硬 发灵枪想之前 你就得给我老老实实的按防疫的要求 发灵枪想了以后 我说没有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发灵枪想之前之后 两冲天 它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反映的是 中共的权力能够决定病毒 中共的权力能够决定有没有疫情 说有就有 说没有就没有 你如果中共还有些其他的一些政治阴谋轨迹要做的话 那可能随时疫情又来了 所以这不能不让人们担忧 未来中共为了政治目的 它又可能会使用这样一种 清零运动式的禁锢人们的这种方式 因为你从这个起跑枪啊 这个对病毒的这种管控 你能够真实的感受到 中共它这种愚弄百姓呢 它已经不担忧你质疑了 你哪怕小靴的文化程度 也能够觉得这样一种荒唐 但是中共它不在乎 不怕你觉得荒唐 不怕你质疑 认定了你不敢质疑 所以这次这个起跑神奇起跑枪呢 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啊 更加沉重的一种现实 就你知道它在作假 它也故意当你的面作假 它第一不怕你戳穿 第二它认为你不敢戳穿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嘲笑之余呢 不得不面临的一种现实 就中共呢 它可以逗你玩 它也可以指鹿为马 就来羞辱你这些14亿人 所以这个新闻呢 实际上大家去琢磨一下 还是有非常大的信息量的 那么最后呢 再与网友们一起分享一个政治八卦 最近几天呢 中国网络呢 流传江泽民呢 96岁过生日的一个照片 那么这个照片上呢 江泽民与他的夫人呢 排排坐 后面呢 摆了两个 不知道叫花圈 还是叫花篮 因为你说叫花篮呢 它确实又是个圈 这个不知道 中国的这个习俗啊 有没有这种习俗 就是要过这种老年人 过生日 要送这种红色的花圈 不管怎么样嘛 我们就当中国有这种传统 那么这个照片 之所以引起广泛议论 是因为这个照片 有很多不寻常的地方 那么就这个照片的传播 而我听到想与网友们 做四个方面的这个分享 首先第一呢 在二十大之前 中共呢 对任何不利于中共的信息 都是非常敏感的 他甚至为了减少麻烦 像新疆那样 把他们关在家里 就你新疆人 你不能够离开新疆 不仅是为了这个清零运动 为了防止一些不安全的现象发生 也更有习近平怕新疆人 但在这么严控的情况下 怎么会出现一张江泽民 过生日的照片呢 因为江泽民在中国的 这样一个政治生态里边 他一直扮演一种啊 就习近平上台以后 江泽民一直扮演一种 不确定性的平衡力量 你很难讲 他是站在哪一边 他甚至是更多 他自己是在一个阵营 那么允许这个照片传播 他体现了习近平认为 这个照片对他没有多大的害处 这是第一个方案评论 至于习近平究竟认为 对他有多大利益 我们不得而知 网友们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 第二个LT的这个判断呢 就从这个照片的主体内容上 习近平与李克强的两个红花圈 摆在正中央 而且呢 习近平是夫妻两个人的名义 送的这个花圈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LT认为呢 这个照片似乎像传递一种啊 中共二十大以前党内的大团结 你如果有这样一种感受的话呢 这个可能才能够理解 习近平为什么同意这个照片的传播 因为在二十大之前 能够对习近平产生一些 终身制产生一些不利影响的 有力量的人 也就江泽民 胡锦涛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那么这张照片体现一家亲 他无非是想社会传递 中共党内各个派系 各个山头 在二十大之前达成了空前的团结 当然是不是团结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中共允许这个照片传播 他传递的信息 就是主流还是团结 那么第三个方面 与网友们分享LT的这个观察 就江泽民穿了一个很奇怪的服装 他是穿的是军委主席专用的变装 就中国共产党这个军委主席 他为了体现军委主席身份的时候 他有一套非常独特的服装 你从远看色彩上像军装 但是你细看 无论是样式裁剪方式 他又都不是军装 又不同于中国民间的一些服装 所以他是一种特定的军委主席的变服 那么江泽民 他穿了一个这样一个特有的 这么一个军委主席的衬衣 再加上一个马甲 那么这个反映一个什么情况呢 因为江泽民他还是个比较洋派的人 他还是比较开化的人 他在96岁生日的时候 要穿上他这个军委主席的这样一个变装 他也传递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 什么信息呢 就这个江泽民呢 他在他的末年呢 他还是比较练权 他还是更愿意回忆回想 或者更愿意想象当中的 自己曾经至高无上的那种状态 所以这个是LT从他这种军委主席 打引号军委主席的变装 来要穿到生日 这么一件公开亮相的服装来讲 透露出来 就江泽民他还是有一些对权力的眷恋 那么第四个信息呢 也许会有一些争议 这个是LT的这个判断 就是把习近平与李克强送的这个花钱 摆在正中间 其他人送的离得很远 这个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呢 这个传递了一种啊 江泽民他本人的一种政治愿望 或者他本人的一些政治立场 他传递一种什么政治立场呢 就是邓小平以后 中共党内提出来是一种集体领导的原则 那么这种集体领导的原则呢 体现在呢 就总书记与总理之间 权力梯度 权力的距离没有那么大 你比如说 大家会经常用胡温时期 胡锦涛温家宝时期 那么体现的他们之间距离没有那么大 比如说中国的舆论很愿意讲朱镕基怎么治国理政 他这个呢 至少是认为朱镕基的决策当中 他有很重要的分量 但习近平时期就不一样了 习近平时期呢 他不愿意李克强 于他的形象上靠近 大家记不记得去年有一个镜头 在人民大会堂 当刘鹤主持的时候 念每一个政治局常委的时候呢 余会的中央委员都鼓掌 但是念到李克强的时候呢 在刘鹤看来 他也应该是普通的政治局委员或是常委 也不应该鼓掌 所以他念完李克强的名字呢 就直接往下读了 但是其他在场的一些人呢 有些人不知道有这个规矩 还打算按往常那样的 对李克强的质疑掌声 但是刘鹤马上顺带往后面内容去宣读了 那么李克强呢 也就很尴尬 刚刚起身站起来 准备接受在场的官员的欢呼的时候呢 人家掌声全部停了 剩下李克强一个人很尴尬的又坐回去 这个场景呢 就是对李克强一种羞辱 就是整个会场 只能够习近平享受重心捧月般的掌声 李克强你是没有这个待遇的 你包括蔡霞教授透露的这个 习近平让这个每个政治局常委 给他写汇报 汇报自己的工作 他来批阅 这个也是很荒唐的 这个在胡温时期 在江泽民时期 你也简直不可想象的 你说你能想象这个朱镕基 给江泽民写工作汇报 然后江泽民还像批改小学生作业一样的 还给他批改一下 你简直不能想象 但习近平他就是要造出一种啊 君臣关系 就他与李克强之间 不是同事关系 是君臣关系 江泽民知不知道这些事 当然会知道 但是他刻意把习近平 与李克强送的这个花篮也好 并列摆在他身后 他实际上还是传递一种 他的政治情绪 至少对习近平这样装神弄鬼啊 一个人高高在上 把总书记与常委之间 弄成君臣关系 这个江泽民呢 他表达了一种 他的一种政治不满 这个是 艾文汀的从这个照片呢 能够读到的一些信息 当然了 江泽民能够把习近平 李克强的送的这样一个花篮也好 花篮也好 作为他96岁生日的这样一个大背景 他也会觉得习近平呢 对他的祝贺呢 也给满足了他的这样一种虚荣 你习近平你再怎么非横跋扈 在我老江过生日的时候 还是很懂规矩的 这个也体现了江泽民的一种虚荣 那么即便满足这种虚荣 他还是表达了一些 他小小的不同 这是我们能够从这个照片里边呢 能够分析或者看到的一些信息 以上就是今天与网友们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